各位观众 首先我要在这边做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声明 在全世界所有民主国家也好 共产国家也好 政变都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指控 无论所谓军事政变 或者是陈水扁总统所发明的柔性政变 这对中华民国他的敌对政党也好 或者是中华民国的军人军队也好 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污蔑的一个说法 首先我们要看政变 政变它必要构成下列的事实 必须由军事的力量来干预政府的权力的运作 甚至于夺取国家的一个权力 今天319枪击案完了以后 当时的时代背景 是因为两颗子弹的事件是非常荒谬 而不被广大人民所接受 所造成对选举不公平的一个抗争活动 而这个活动 陈水扁政府在国际上得不到美国的认同 因为美国的货电迟迟未发 全国人民有一半以上的人 不支持他这个当选的一个结果 那么这个时候正好 前国务国防部长 他早就已经要打报告辞职 因为他的选前就已经再三提出他要辞职 正好在选举中间因为国安机制的启动 很多人对他有所指责 因此他选在这个选后 他提出辞呈 那这个时候陈水扁政府在国际上 以及两岸问题 在中共对他的一个不信任 人民对他的不信任 美国政府对他的辞职不发出货电 在这个下面我认为合理的推断 是一个泥神移轨的一个行为 来转嫁到所谓这几个将领准备辞职 造成他更大的一个心理震撼 所产生的一种 不论是谣言也好污蔑也好 我觉得凡是有军事尝试 有国际尝试 对台湾政旗有所了解 对台湾军队有所了解的人 都不会相信这是一场政变 因为政变是要有先决条件的 那么台湾在50年来从来没有发生过 有军事政变 为什么 在大陆的时代 为什么可能会发生有 像以前军阀时代 政变的军队 他必须要服从一个军事的强人的领导 而这个军事强人对这个军队 有绝对的人事任免权 绝对的财务权利 有绝对的金融来供给他的部下 结成一个军事的一个 非政府所能掌控的力量 我们看看这个条件在台湾是不存在的 因为两蒋时代 从蒋中正带军队到台湾来 就为了防范大陆上内战时期 军事失利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 军队是派系化个人化 容易被中共共产党所渗透 因此军队在38年移到台湾的时候 就开始枕边 把原有的系统全部打乱 所有的军官都是两年调任一次 因此这个军官跟他的部署 只有两年的关系 很难建立起来 所谓一个服从这个强人 来从事一个背叛国家的行为 第二个 所有的心奉是由国家供给 第三个 军人的升迁调捕升官和未来的发展 不能够操纵在少数的军客头上 手上 因此再加上 金国先生所创造的政战系统 是一个非常强而大的一个监视系统 而这个监视系统就是防止军队政变 所以基本上来讲 中华民国的军队 没有军事政变的条件 第二个 所有的军事军官 我今天都六十岁了 我们是在台湾读小学 读中学 读高中 读大学 接受的民主教育 跟一般人民是一样的 我们怎么可能还存留在 一个军事强人 私人军队里面 不可能 第四个 当时在319枪击完 320以后 总统府的宪兵跟群制单位 早就是被陈水扁政府所接管 也是他的亲信担任宪兵司令 所以那个时候 能够靠近总统府的军队 完全是贬系将领所掌握的 换句话说 今天同情泛滥的军事军官 纵然心里面不喜欢这个政府 但是他也没有能力 来从事这个军事政变的一个能力 更何况 我们拿全世界的标准来看 有没有说少数一两个将领 生病住在医院里面 就把一个政府能够颠覆得掉 所以这些理由来看起来 这个只是一个政党里面互相污蔑对方 给对方戴帽子的一个不负责的一个行为 而台湾这种政客 谈一件事情 它的来源 法律 证据跟这个严肃性都是非常薄弱的 也是造成陈水扁政府为什么在立法院选举这一次失败的原因 我们都知道三一举枪击案的影响了选举的效果 陈水扁也以极小的一点点差距赢了饭来 而这里面还有很多选举不公的问题 那么再加上这一次立委大选更看出了出来 人民对他的这个操弄 这个过度操弄议题 挑起两岸战争威胁 侮辱自己的这个军事将领 不信任自己的军队 对这种领袖已产生相当的厌烦 所以在立法院的选举委员的选举跟他总统大选里面 范律所得的票数严重的下挫 所以这个可以看得出来 今天活在台湾的老不幸 并不相信民进党政府所释放出来的各种政治语言 跟他所创造的一种类似谣言的议题 大家已经非常boring非常这个厌烦 所以今天像你所访问的这些题目 我们感觉到非常的荒谬 根本不值得做细部的讨论 我相信这个记者先生可能会到各个角落去探索这件事情 就以这一次立法委员大选来看 那么原来投给陈水扁这种总统的选票 基本上来讲应该是认同范律阵营的 但是在立委选举里面 虽然有委员个人的影响力 但是民进党也输掉了相近三百万票 证明就是说选举议题 凡是过度操弄的 必然引起老不幸的厌烦跟不信任 今天两岸的危机 出在中国大陆的领导人 不相信陈水扁讲的话 今天台美关系发生危机 我想各位都很清楚 不惜总统在第一次上任的时候 对台湾跟中华民国是何等的友好 凡是两岸有事也要不惜一切的代价来介入台湾事务 现在公开的让他的国务卿 在国际上放话 不承认中华民国的主权 陈水扁每一次搞公投证明制限 美国的国务院的发言人就做及时的反应 马上否定了他的所有的一切的说法 可见今天民进党政府的一个 无能的一个领导 对国际关系不了解的一个状况之下 胡乱操弄的结果 是两岸在陷入一个紧张的关系 造成亚太地区整个不安定的一个导火线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新加坡的总理 也对陈水扁政府的正名制限相当的不支持 韩国 日本 这凡是靠近台湾的 亚太地区涉及到安定的政府 通通发出了一个 对陈水扁政府的一个不信任 包含澳洲在内 那在美国来讲 国际上的强权来讲 美国对这个陈水扁政府的 所谓选举挑弄的这些议题 都表示一个不支持的一个态度 对内来讲 像今天利用司法的能量 司法的影响 台湾这个政治有一个西瓜靠大边的一个效益 当你总统赢得了一点点差距的胜利 就整个拿走 所有国家的行政资源完全拿走 像319枪击案的增降调查 政府居然可以行使抵抗权 来抗拒一个由法律依据的 一个调查委员会的一个进行 我想无论是李昌宇博士的说法 美国政府的说法 都支持真调会的行使 可见当前的这个政府 为了赢得一个选举的胜利 任何手段他都可以操弄 至于外面所谣传的有一个什么所谓什么会议 来游说这些县域将领 这个生病或者辞职 我们用合理的一个推断 因为这些退伍的资深将领 当年曾经受过很多民进党的羞辱 包含陈水扁当立法委员的时候 基本上80%以上的中华民国的军官 并不喜欢陈水扁 这是事实 这是一个事实 因为多年来的一个印象 但是这一次总统大选 我记得从2000年的时候 我们的国防部长就已经公开表示 依据宪法我们拥护这个三军统赛 2004也是一样 虽然大家怀疑他当选的合法性 但是军队并没有权利说任何话 或做任何事来表达对政府的不满 在民主国家里面的一个 最简单的一个标准就是说 当这个军人跟总统的理念不合的时候 或者不相信的时候 他最大的行动就是辞职不干 我想这是合乎民主国家的一个标准 军人在这一次抗争行动里面 没有人穿军服走上街头 没有有组织的军队来参与任何抗争行动 就说明中华民国的军队已经相当民主化了 至于将领以个人的去留 来表达他对这个选举事件的看法 那是他个人的自由 并不构成政变的事实 我相信在美国也有所谓参谋长辞职 提前辞职表达他对某一个政策 或对政府的一个不满意 这是一个正常的行为 所以今天合理的推断在当时的状况 很多退休的将领 可能跟现余的将领 曾经有长官部署的关系 说你干得这么艰难 不如辞职退伍算了 尤其是汤耀明部长 受到国内外这么多人的指责 他牵涉到国安机制限制军队去投票 这个怡云没有澄清之前 他的辞职也是一个负责的一个表现 我认为这个不构成一个武装政变的 只是民进党做贼心虚所造成的一个结果 我相信联宋的这个竞选活动的这个组织团队里面 不会去召开这种会议来游说县余将领退休 我想可能这些退休的老将里面的个别 跟这些县余军人将领的互动里面 曾经聊天说 哎呀干得这么辛苦 干脆就辞职不干算了 像类似这种话 不可能是在一个有组织有行动的一个会议中 来推动这件事情 我想传统的印象里面 在国民党没有获得人民的认同之前 他可能会花钱去给人家这个 参加游行的人的一种午餐费 或者是午餐费或者走路公费 这是非常传统的一个老印象 但是在313这个选前的肇事活动呢 我相信国民党没有这么大的财力 来支付这一笔 因为在320投票之前 泛兰的巡视已经优胜于泛绿 所以今天很多 无论是情志单位做的民调也好 民间报纸做的这个民调也好 甚至于地下赌盘 在赌这个泛兰泛绿输赢的这些赌盘的调查也好 都显示泛绿会输掉这场大选 尤其在选前陈尤豪的这个丑闻 那么收受不当的政治现金 跟吴苏珍炒动股票的时候对泛绿的选情都有很重大的影响 所以如果是你站在国民党的立场 你会花500块钱去造这个事吗 尤其是国民党长期以来已经被李登辉时代就掏空了他的党产 再加上2000年2004年连续的选举 我相信他的财力也不可能支持他用钞票去策动人民参加这个抗争行动 事实上在319以后50万人或者是超过20万人大型抗争活动都是自动自发的 我想这个住在台北市的这个人民都应该很清楚这个事实 我想不需要在这里做口舌之变 选前我想无论是这个陈尤豪事件陈富雄的一个问题 以及吴淑珍的这个炒作股票以及陈水扁操弄这个议题 造成绿营的选情形势不好 我想国安局给他的报告他不看他丢不丢出去我个人无所闻 但是我们那个时候知道范绿在319当天已经心里对他的选情非常不利的想法是已经有 这也是事实而且在事后陈水扁在电视上也曾经表达过 他在游行的时候曾经考虑到要败选的声明 证明民意党非常清楚这次选举他们没有必胜的把握 当然出了两颗子弹以后才造成整个选情的翻牌 陈水扁他们想赢到2008的选举就是他们所讲的要永久执政 那么这个永久执政里面有很多含义 第一个认为他可以完全操控75%的闽南纪的这个国民来拥护他来支持他 事实上他做不到 因为人民投票并不完全是根据审计来做选择的 当然他有他的影响力 至于选后陈水扁所担心的跟李登辉所担心的跟泛兰的一般群众的想法还是有相当的落差 你不管说你去猜测陈水扁害怕也好李登辉害怕也好 我们中国人有句俗话 如果你不做亏心事你何必半夜怕鬼敲门 问题事情只有一个真相 我们泛兰绝大多数的人民只希望说能有一个公平的正义的司法体系能够把真相发掘出来 如果你做了弊你自然要付法律上的一个后果 并不是说我们去希望有同情或者是泛兰的法官做一个不公正不公平的一个判决 今天这个事情留待历史去做定论也好 留待司法去还原也好 这是所有人民所期待的真相应该要出来 要不然的话全世界凡是熟知军械的人都不会相信有这么神奇的两颗子弹 能够造成这种枪伤有这种政治谋杀案 那发现在台湾那总之是一个笑话